有橘色的盤子了 剛剛橘色沒有check過嗎 我剛剛就一直在問你們 你們就說不要弄 你們兩個就不要進來啦 為了要給客人 統一顏色的盤子 鬼鬼烏鷹捷進到餐廳那一場 跟搖圓好奇爭執 他們就是要白色盤子 我們已經準備好 白色三個盤子了 不是 現在另外一座 要橘色三個盤子 沒有橘色三個盤子 我們只有盤子 那給他講 我們就沒有 從早到晚就跟你說 廚房叫你不要進來 你現在是外廠的 好 不要吵這樣 你進來沒吃飯 那為什麼我就沒有事情做 那關我屁事喔 沒有 你一言我一語 吵到外頭客人都聽得見 我想要做到那個 好的服務 我昨天沒有做過別的工作 其實今天是我 第一次面對一個 真實的客人 首次迎來客人 六位員工手忙腳亂 在廚房爭執的這片段 討論度超高 手勢創下新高 平均達0.93 OTT平台上線衝上排行榜的第三名 被網友譽為是今年最強的綜藝 節目還釋出檢討畫面 我還在繼續做我的事情 我不能被這些事情影響 那連我情緒也來 那大家這個店就不要開了 當國餐廳老闆的陀宗康 這次擔任店長分享做生意 情緒管理的重要性 大家也紛紛提出改善方案 而石禁秀展現真實一面 還有他 你準備好了嗎 還沒 那我們歡迎謝忻哥 陳柏玲帶領四位好友 踏上探索旅程 不只跟謝忻穎體驗 滑索素溪的冒險 還跟郭學芙做菜 雙方為了煮番茄豆嘴 不是我不吃番茄 那你給我買三顆 另外跟好友桂倫美吉 劉萬婷合體露營做料理 逗趣的互動 遇到釋出觀眾等不及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